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美玲心语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谈的是 年轻朋友的两性关系 我到很多的地方去讲课 都会遇到学生 他们是秘书班或是客户服务班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问我一些问题 就是老师怎么样才可以找到对的另一半 还有呢 什么才是对的另一半 我怎么样去找到我真正生命中的 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公主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 散发魅力找到幸福 所以我想要从几个方向 简单的跟大家来谈一谈 怎么样去找到你生命中的 这个对的另一半 我想呢 首先你一开始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能厘清 你现在跟这个人互动 你想要跟他做朋友还是恋人 或者是他是未来你的终身伴侣 我们彼此要有这个基本的态度 就是要尊重彼此的认知 并且真实 珍惜这彼此的情谊 如果是朋友呢 他可能是同学 小时候的这个同班同学 或者是你的同事们 这些人呢 就在不同的地方认识的 你可以把他当点头之交 或者是因为你去参加相同的活动 或是参加社交场合而认识 那当然一些人 你会把他晋升为叫好朋友 好友 这些好友的定义 就是你聊得来 而且你跟他有共同的兴趣跟话题 你们甚至呢 会有比较长的频率可以相聚 而且会互相的支持 像有时候有一些同学 你或是同事 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好友的境界 那当然有地下再慢慢境界呢 就是可能变成恋人的可能性 然后一方的开始追求 或者是呢 主动的示好 两个人相处都很愉快 甚至彼此可以分享一些心情 心事 甚至有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那什么人会变成你的伴侣 就是你很清楚 你跟他有共同的目标 你们要共同经营一个家庭 而且呢 你们彼此是互相的扶持 愿意共同在营造你的未来 这四个等级 我想你应该要先放到脑中 再来呢 要去跟自己 跟对方去想想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 让你们两个 可以凑在一块 是机缘还是缘分 所以我们可以在什么场合 认识这些人 我每次都说啊 学生跟好朋友在分享 学生分享说 你必须要现身在不同的场合 所以去思考 你心目中想要的理想的人 他会在什么场合出现 或者是 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介绍人 也有可能你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所以你们来到那个单位 给人家良好的第一印象 透过认识跟经营 那你的交往的心态就是 我们愿意敞开心胸来 彼此了解 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来开始被交往 或者是主动的跟他交往 当然啦 到底是缘分 还最终是要去选择 我们到底是要 十中选一 还是万中跳一呢 我想最重要是 如果你选择了彼此 当然就是今生 你非常执着的爱恋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同的发展阶段 会有不同的追求 所以要记得 如果你们已经从恋人 要变成终身伴侣 你们彼此的生活重心 包括活动聚会 尽可能呢 去用发展共同的 共同的经验 来留下美好的足迹 尽可能把握机会 来创造机会 彼此相连结 我现在都已经一把年纪了 我的小孩都在谈恋爱 我有两个小孩都在谈恋爱 我觉得现在的人 就是要创造机会 真的没事就是逆在一起 黏在一起 而且呢 尽可能去营造 温馨甜蜜的记忆 可以丰富你们情感的交流 有时候共同欣赏一部电影 谈谈彼此的观点 谈谈对剧中人的看法 这都是一种心情交流 情绪的流动 很重要的概念 那当然啦 你们在做谈恋爱的时候 要能向往幸福 要有能力去计划未来 还有 我觉得以前我在被追的时候 我的老公就很厉害 他总是可以排除竞争者 因为他把我的休息时间都独占了 今天永远会跟我预约下一次见面 今天永远会跟我预约 明天的有空的时间 这样的陪伴 这样的相聚 而且呢 在过程当中 你要有能力突显个人的优点 这是非常重要 开始透过时间来酝酿 让你的爱恋慢慢成熟 分享彼此的价值观 而且有时候 你要能适应对方的习惯 并且接受彼此的现实 聪明的人 他不会把这个 你的爱人或恋人带走他的朋友圈 而是你愿意融入对方的朋友圈 或是亲友圈 然后呢 彼此培养默契 透过频率比较高的约会 来储蓄你们未来的情谊 当然如果你们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走 别忘了 常常制造惊喜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 或是重要的纪念日 发挥您的创意 然后呢 体贴 心思细命一点 包括呢 可以去创造旅游 可以加温 或者是稳定你们的恋情 所以我想呢 一定要记得 与其你期待 对方应该怎样怎样 不如很明确的告诉对方 你的希望 你的期望是什么 我常常都说啊 很多的女生都觉得 男生应该知道 对方应该知道 他只要爱我 他就要知道 亲爱的 他不会知道的 你没有告诉他 他怎么会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特质 就是我们要愿意欣赏对方 独特的专长 学会去欣赏对方的优点 如果跟我们是互利 互补 那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们还可以做分工合作 持续走在我们共同 想要的生涯的路上 培养共同的兴趣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的话题跟活动 那这是可以 非常好用的方法 所以呢 我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做一个 好情人的基本守则 第一个 要能实现对方的要求 使用你能力所及 尽可能去做到 第二个 自己要成为一个上进的人 因为当你努力工作 你可以累积你的经验 累积你的财富 让对方感觉到 跟你走 未来是有安全感的 再来 你要愿意承诺 对未来许下承诺 实现彼此约定的 这个梦想 或者是目标 第四个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你要做一个 愿意去 为对方准 装扮的人 我们说啊 女为悦己者容 却做适当的装扮 符合你的身份的打扮 跟穿着 给对方光荣感 对方把你带出去 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亲友见面 他会觉得 与有容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啊 要常常给对方带来惊喜 偶尔慷慨一下 送对方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想这是创造你们之间 罗曼蒂克的好方法 再来做一些分享 做一个爱讲话的人 在你的恋人 在你的情人面前 如果你都不爱讲话 未来日子会很不太好过哦 所以多多的分享观点 然后呢 多多的去参与社交 而且共同的欢乐 我想这是可以 让你们呢 再包括说 哎怎么样去经营 好好的多花点时间去陪伴 即使只是逆在一起 也都无妨 在这简单的时间 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简单 让自己跟他都感觉到 非常非常甜蜜的 这样的一个情人的技巧 再来呢 记得常常的拥抱 有时候共有享受甜蜜的 有情调的地方 来享受美食 也是一个好方法 多多为对方肯定 然后创造舒适的环境 让对方喜欢跟你相处 并且注重休闲 让你们彼此 常常可以相聚在一起 培养往后共同一起走的 这样的一个兴趣 爱好 或者是能力 以上呢 是美玲老师跟你分享的 散发魅力 找到幸福 针对未婚男女 怎么样去找到自己未来 心目中的另一半 找到自己未来想要的幸福 简单该要的 跟大家来分享到此 美玲心语 今天跟你分享到这里咯 谢谢你 拜拜